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大家不知道 这个舞台之所以分数低是因为现场出了很多状况 录制这个舞台的时候 不仅哥哥们负伤 现场的武术伴舞就受伤了好几个 所以最终观众给出的分数不高 而我们正片看到的是最后胡兵被淘汰后 哥哥们回来补路的逆战 当时因为是下雨的舞台 很多专业的伴舞都摔伤了 更不要提不够专业的哥哥身上的伤痛 整体来说这就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舞台 王耀庆是四公渔翁得力的 他的第一轮出战舞台就是第三个 第三轮出战又是第三个 也就是除了第二轮必须要首发以外 他阵营的舞台都是第三个出战的 在观众都看完了这一轮前两个舞台 形成一个对比后 他的舞台才出 虽然是一袖一头 但是每一轮最后一个出场也占尽优势 最后一个三人舞台是警官是非常感动的 但以当时三位哥哥的人气来说 很难做到第三轮的第一 但这一轮的公演 如果因为胡兵的伤势和身体负荷必须要离开 就要安排陈楚生罗杰夫部落不能得第一 同样的未寻也是该淘汰了 所以胡彦兵临致影同盟也不能得第一名 按照舞台精彩程度来看 黄耀庆部落麒麟值得第一轮第一 但是第三个舞台在全部舞台中 成为890分的高票 并不匹配 感动的舞台有很多 凭借三位人气不算最高的哥哥 击败了陈楚生部落和林志颖部落 那么多位人气的高的哥哥 这个结果并不足够真实 所以说四公就是一个为了要淘汰胡彬和卫寻 而设定票数的一场比赛 你们看来四公的感受是什么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